旅游时住酒店 发现很多酒店的卫生间隔间用的都是透明的玻璃 从房间和卫生间之间 相互可以看清一举一动 酒店卫生间为啥用透明玻璃呢 有人说是为了增加情绪的 也有的人说是从安全行动考虑的 小编询问了酒店管理人员 原来真相是这样的 酒店卫生间隔间采用透明玻璃设计 有多种用途 比如让房间看起来更宽敞 促使客人关闭浴室灯 让客人在洗澡时观察房间情况等等 其实 如果你担心隐私泄露 不习惯在透明环境下洗澡或者乳测 其实可以拉起浴室窗帘 有的高档酒店采用的是电光玻璃 按一下可以让玻璃变得不透明 下面 小编就为您详细介绍吧 1. 透明卫生间的作用 1. 让房间看起来更大 玻璃墙让房间看起来更大 玻璃隔间厚度比较薄 相比砖墙隔间能省出近10公分的空间 而且玻璃隔板显得整个房间更加通透 视觉上看起来就觉得更宽敞 2. 节约用电 有些客人睡觉时习惯整晚开着浴室灯 如果酒店浴室是玻璃室灯 不关灯就会影响客人睡眠 因此 如果是玻璃隔断 光线可以透出来 就可以促使客人关灯 节约用电 3. 帮助打扫卫生 酒店卫生间一般没有窗户 如果靠灯光照明 有的地方有阴影 酒店清洁人员会看不清哪些地方没打扫干净 而采用透明设计 卫生间光线将非常充足 酒店清洁人员 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哪里没有打扫干净 4. 提升安全性能 透明设计可以让你在洗澡时 看到房间里的一切情况 最大程度上降低财产损失风险 比如 有人趁你洗澡看不见的时候 入室盗窃 可以在卫生间打电话报警 5. 营造氛围 这个不用多说 很多老司机已经猜到了 2. 如何避免尴尬 1. 拉上帘子 酒店透明卫生间都装有帘子 如果你觉得尴尬 洗澡或者如测时 拉上帘子就可以了 2. 看隐私保护按钮 有的高档酒店 卫生间玻璃采用的是点光玻璃 按隐私保护按钮 玻璃会变得不透明 酒店那边 去努力